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大家好 欸Himby我要上車 來來來來 迫不期待要上這台車 這台是什麼車啊 這台你最熟悉的 其實我們之前六四萬小車有開過它 它就是進口小車銷售冠軍的Picanto 然後我想說今天我們兩個要一起出遊嘛 所以它年輕時尚 而且呢它又很適合城市都會傳輸 我們就決定找這台小改款Picanto出來載你 欸你有沒有發現 在頭上 難怪覺得有點亮亮的 小改款之後多了這個前景天窗 然後前面啊 跟妳說它還換成了8吋的螢幕子機 之前是7吋的 難怪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也好像有時間出發了 對要先導航一下 妳是不是很想吃 對啊 不用不用我今天穿那麼漂亮 這次不用妳導航 因為它有無限Apple Calculate 唉唷欸有了這台車我直接在旁邊耍廢 不然我委屈一點我先睡 不行 不行 好險 妳要幫我查一下等一下吃什麼 等一下吃什麼 好 好啦那我還是要盡責來當我的副駕了 好準備出發囉 出發 Go 你在摸什麼啊 不是我在看你這台車有什麼樣置物空間 可以讓我放油的沒有的東西 我跟妳講以小說來說這台車置物空間真的做得滿足夠 而且妳看它還有這個不熟耶 真的不熟 對啊有 然後再來前方它這邊還有雙層置物空間之外這個杯架打開 這邊空間有夠大的 有 出乎我意料 而且它有夾景容 然後跟我的門板上其實也可以放水 對啊 總共有四個杯架 可以 對我們那種飲料人很需要 真的 不然加妳的那個USB孔有一個 然後我呢還有一個12B的電源的部分 然後還有妳這個椅子也很特別 它有紅色的這個皮 嘿嘿厲害了吧 因為它是GTi的版本 所以它有很多像比較運動化的套件 紅色皮椅之外啊 你看它旁邊還有一個紅色的飾板 然後我們看跑車化方向盤 然後上面還有紅色車縫線 鋁合金踏板 帥吧 有感受到妳現在整個一身帥氣的味道 真的 就很運動風 然後再來啊 因為我記得妳很重視安全 其實這台車有七顆氣囊 算是同級小車來說 真的是非常多 算滿的 嗯 欸我跟你說這台車啊 它有一個FDA主動剎車輔助系統 主要是呢 如果前方車突然插進來的時候 或是偵測到行人突然床進來 它會幫妳做主動剎車的動作 那這樣子有欸 如果我們不小心的話 它會先幫我們做一個輔助 對啊 然後它還有車道維持補助 像是LKA LKA的意思就是 你看我現在螢幕上方啊 有兩條車道線 對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不小心太累啊 然後妳有點車道便宜的時候啊 它的方向盤會幫妳拉回來 然後同時呢 它的系統也會幫妳做警示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個是 進階型的車道維持補助 它是LFA 那主要是呢 它可以幫妳做車道置中 而且我覺得這個車道置中 感覺抓到很好 很精準 對啊 像我剛剛開高速公路的時候啊 一路路上就有它幫我維持在中間 我蠻喜歡這個功能的 而且妳剛剛在手放開它也沒有漂 對啊 但是下雨天的時候啊 我建議大家就是 還是要自己來控制掉 因為它下雨天的時候 標線可能會比較沒辦法偵測 對對對 下雨天還是盡量盡量開啦 對對對 這種東西真的只是輔助而已 沒錯 在這邊 快到了到了這裡 哇 欸很突然就到了 對啊 超突然的 我們要找停車位了 好欸下車啦 好第一家店呢叫1789 然後呢它的主廚是一個法國人 專門做法式甜點 然後最有名的是閃電泡芙 那我們現在就進來這家店囉 將將 我們外帶出來吃啦 我們等一下到車上吃 我們到車上吃 好喂 我們買了四個 四個甜點 我們買了四個 因為看起來每一個都超好吃的 哈哈 受不了 來 第一個 是什麼甜點呢 好 將將 閃電泡芙 好 然後這是焦糖口味跟巧克力口味 然後這個焦糖就是法式甜點必吃 噹噹 這兩個 我的 我的倒了 沒事啊 它上面 它剛剛說這個奶油上面有咖啡的味道 嗯 對 然後這個芒果的口味 下面是熟脂餅乾 然後都是要當天趕快把它吃掉 哇 整個是很軟 然後很綿耶 喔 它的巧克力不會到很甜 好吃耶 嗯 而且還有咖啡味 它上面的奶油 有 吃得到那個細細的砂糖 然後有咖啡的味道 下一顆就是 芒果口味的熟脂餅乾 欸我覺得 這個好好吃喔 喜歡吃水果的人 一定要點這個 對 它是那種甜而不膩的感覺 嗯 它也不是像慕斯那種 馬上就化掉 但是它是軟軟的 嗯 然後有一點 酷酷的感覺 因為它芒果真的是 天然的水果去做的 不是那種調出來的 好 我來吃這邊 你吃 嗯 嗯 好好吃 那我吃這個 一人吃一個 嗯 這個超酷的耶 嗯 重點是 我很怕這種甜點很甜 可是它不會 嗯 然後咬起來 它那個皮也是QQ的 嗯 不會 不會很硬 也不會很軟 然後濕潤就又剛剛好 所以 難怪這個那麼受歡迎 真的很會找欸 這家得分 嗯 是啊 那我們再去下一家吧 拜拜 我們再去下一家見 拜拜 拜拜 好啦那接下來啊 帶了第二家店叫做土蘭 你看一下這個店 超多綠色的植物欸 很漂亮 而且啊 你看看 就是這個裝潢 有 很有氛圍 登登 土蘭 然後這個 它這家是巧克力專賣店 它是從自己挑選咖啡豆 然後到烘培 然後到研磨 然後製作成像有飲料啊 甜點啊 巧克力片等等 好我們先進去掏 欸我還第一次來這種專賣店 吃巧克力 而且帶了這個戶外的 那我們來品嘗一下 可以先來喝一口 好先喝這個 先喝這個 巧克力 這是巧克力氣泡瓶 它剛剛打進去的時候 有那個 綿密的 泡泡 然後真的超像啤酒 欸它聞起來是巧克力味道 可是喝起來完全不是 對 超神奇的 超級奇妙的味道 但這個我就很期待 因為 這個是 蛋器 冰巧克力 他說就是那個巧克力喝起來會 比較綿密 我自己是沒有喝過 這真的有帶酸欸 真的假的 然後它真的就是 是很濃郁的巧克力的那個 然後這個很特別 它外面這個啊 剛剛他說這個 不是巧克力 它是慕斯 它是慕斯 我先吃一口 好 哇 好難想像它這種口感喔 白白的 它白白的那個 很綿密欸 感覺很軟很好吃 跟剛剛上一家一樣 就是有那種綿密的口感 嗯 這很像鮮奶油 鮮奶油去打的嗎 嗯 那我大概懂 因為鐵安米蘇裡面本來就會有一些奶油 然後它就是 把這個奶油放在外面 它中間有餡欸 鐵安米蘇的那個 我沒有吃到那個餡 然後它是沒有帶酒味的那種 那有一些它的那個 鐵安米蘇它會加酒 但是這個 這個是沒有的 對 好那這個的話呢 它是 有加勤酒的蛋糕 然後它的名字叫 嗜酒師 然後是這邊 蠻知名的點點 嗯 嗯 我覺得 它的巧克力不味道很甜 嗯 那這一款的 吃下去 它有一點那個巧克力碎片 再加 那個巧克力慕斯 嗯 它裡面還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它很神奇的是 你會覺得它可能會 有一些蛋糕體 可能隱藏在那裡面 結果沒想到放進去以後 全部都化成水 就是濕潤的 它全部化成水 有硬實有奶油 然後重點是 裡面吃起來 不會到太甜 嗯 我覺得 我最怕吃巧克 是要很甜的那種 就是 不會讓我們覺得膩 嗯 對 不會你 這很重要耶 這家 我還講我蠻喜歡的 好吃耶 因為它不會很膩 嗯 然後甜度又剛剛好 我們先一人喝一口 好 先把這個 潤潤好 潤潤好 耶 那我們就要繼續享用啊 好喔 拜拜 超舒服的 欸你不覺得啊 我們現在台北市 其實如果要吃一些甜點店 它很多都常在巷弄間 真的 我剛剛都覺得 我已經要迷路了 一直繞一直繞一直繞 一直繞一直繞 到底要去哪 還好有Google 然後再來啊 我覺得車身的大小 非常的重點 因為你在台北市要穿梭啊 如果你車子太大 你有時候會車 你會覺得很煩 因為你要一直讓車讓車 然後Picanto完全不用讓 完全沒有 超級輕鬆 就可以過 找到一個路邊停車位的時候 你就回了一次 你就進去了 我一次都挺好 超扯 對 所以我覺得車身 它的車長短 然後體積小 也是它很大的優勢 欸那我覺得 還是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台車 其實開起來蠻好玩的耶 怎麼說 因為它是自首排的變速箱 無速的 然後它在一檔接二檔的時候啊 它會有一點頓挫感 所以有些人可能第一次開的時候 會覺得不習慣 但其實掌握的訣竅蠻簡單的 像我剛剛就已經掌握好 它比較把油門稍微鬆開一點 它其實就可以順順的過去 但如果你是第一次開的人啊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在開的時候 怎麼會那種前後這樣 頓挫感比較大一點點 對對對 但就是你要去習慣一下 像我剛剛一開始剛做的時候 就會覺得好像有一點這樣 然後後面就慢慢沒有了 對啊 因為我已經掌握訣竅啦 沒錯 好啦那我們現在準備去下一家甜點店 好耶 去停車囉 好啦那接下來我們來到最後一家甜點店 然後這家甜點店比較特別 它是街邊店 而且是我們剛剛呢隨意找到的 Google上面找一個評分超高的店 就整間店都還蠻美的 對啊是不是 很大自然的感覺 你看我這樣有沒有那種網美的感覺 展開樹裡面的網美 網美感有 有網美感 妳來 妳來越南改一下 完蛋了 我覺得網越要收藏 妳的越南風情 好可愛 漂亮喔 它就加了一個這個發草 就可以讓女生 像我們欣微就蜂蜂蜂 心動 心動 現在吃什麼 妳要現在吃什麼 達克瓦茲 好 這個是鳳梨跟乳酪的嗎 對 我覺得達克瓦茲吃起來是那種脆脆的口感 我要吃囉 好 嗯 你看它有點像餅乾耶 嗯 不然是蛋糕什麼的 它的外皮是比較偏 嗯 甜 糖霜 但是是軟的 餅乾皮那種感覺 嗯 我覺得它有點像這個小西點 台式馬卡龍 喔 對對對 有那個感覺 很好吃 酸酸甜甜的 嗯 像檸檬的酸酸甜 甜膩 裡面有那個檸檬塔那個 餡料 對 吃 要不要 巴斯扣 欸可不可以怎麼人家巴斯扣得特別好看 那我都長得超醜 不要超醜的 真的很醜 嗯 嗯 很濃 還蠻好吃的 就是起司味 來囉來囉 嗯 也很好吃耶 它不會太甜 嗯不會太甜 這感覺要怎麼吃啊 用剝的嗎還是 還是把 把肉桂的卷全部弄出來 它不是一整條的嗎 把它弄長長一條 嗯 吃得很不優雅 欸可是我覺得肉桂椎要熱熱的吃 嗯 就是要剛出爐的那種 但是很香 很香 但 就是少一個熱熱的感覺 嗯 但它這個就比較便宜一點 好啦 那喜歡嗎這三家甜點 都很喜歡 耶耶耶耶耶耶耶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車上 來做一些小總結的部分 沒錯 我們回去開車吧 待會見 冷氣冷氣 好啦吃完了有沒有很滿足 有 那我想問一下 今天三家甜點店 最喜歡哪一家 最喜歡哪一家 嗯三家都很喜歡耶 不然 換第二家好了 為什麼 第二家我覺得 巧克力可以做成這麼多種樣式 就是我很驚豔 可以喝 又可以吃 然後又可以片狀 又可以什麼蛋糕 什麼的 很多種 你呢 我的話 我最喜歡第一家店 因為第一家店啊 它的主廚其實是法國的菜 然後它是很厲害的甜點廚師 嗯 所以它做的那些甜點 真的是很精緻 而且很道地的味道 重點是它上面的蛋糕 不論是閃電泡芙 或是那些塔 它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層次跟風味 然後加上它的奶油 它雖然說打成那個奶油狀 可是它奶油有很多的不同層次的味道 嗯 加上它會用一些當季的水果 我就覺得好特別 對 它真的有融合台灣的特色 對啊 而且我會想要再去試一試 就是它不同的甜點 甚至就是如果以未來想要 送蛋糕送甜點給朋友 會想要買那個去送 對 對啊 很有面子耶 那我們今天其實它 這台車 帶了我們去很多地方 對啊 它帶我們穿梭整個台北市 沒錯 它真的超棒的 所以我想來總結一下 我覺得這台車啊 其實很適合 像社會新鮮人 或者是說家裡要買 第二台車的朋友 主要是因為它入手門檻低 加上稅金底 大概是多少 1.8640 超便宜 然後再來它的油耗也很低 它每公升可以跑18.1公里 我覺得又要讚給它一次掌聲 超厲害的 哈哈 那總而言之呢 我們今天的甜點之旅成功 那我想問一下觀眾朋友 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嗎 那你最喜歡哪一家甜點店 對啊 歡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然後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對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好我們下次見 掰掰